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13031不会是纪念度的高点 所以两天的一个台股跌掉了几点 跌掉了543点 那这行情我们告诉你会开始反涨右空 我讲得很清楚 就如同当时候7月14号美国科技股 这根长黑也是开始震荡整理 我说它也是为开始右空 开始盘前往上走高 那一根长黑7月14号 美国科技股本来大涨200多点 变成大跌200多点 你一定吓了一跳 你一定也看空美国科技股电子股的后市 但是我说它要走空吗 它要走空吗 缓步的电高 右空 高空 它会盘前美国科技股 震荡整理过程它会盘前往上走高 21号美国的科技股创下收盘新高 准备过这根长黑的高点 你这礼拜 有没有看到 美国的科技股 有没有过这根长黑的高点 创下立新高 这两天美国的股市科技股 一样再创新高 长黑的高点 它有没有被突破 所以台股比照办理 真的比照办理 你认为这根长黑的高点 13031 它会经验度的高点吗 所以当它两天跌掉 543.1个价格 漂亮的急速洗盘 会开始还涨右空 高空 所以礼拜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根长黑跌了151点 这是一个漂亮回马枪 这是这礼拜 你最好上车的机会 也是你空单最好回补的时机 当天台股大盘虽然跌151点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 内涵力价格 上跪指数它是红的 你现在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的股票 大部分集中在上跪 上跪的股票 礼拜大盘虽然跌151点 它已经开始红了 已经开始要嘎空了 所以礼拜我告诉你 漂亮的回马枪 跟欣老师站在买方低阶 礼拜二台股是不是大涨196点 礼拜三台股 昨天SBO大涨92点 空单有没有被嘎得很惨 你跟着做空的老师你也很清楚 今天台股再度的大涨111点 做多你有没有觉得赚翻的感觉 做空的你有没有被嘎爆 所以行情的架构 今天起好是不会很兴奋 本来就在我的预期当中 这边告诉你会悠空 加空 今天的高点12971 离13031 眼看只有60点的空间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它不会马上过 13031 没那么快 明天就过 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希望下礼拜 如果台股有震荡压回的过程当中 这是你多单最后上市的机会 也是你有空单回补的时机 在台股还没有过13031之前 下礼拜如果震荡压回 当然要买 当然要DK 因为知道它未来会过13031 这是我告诉你的一个投资的策略跟方向 所以在这三天上涨过程当中 我当然会陆续的减码多单 减码多单为的是下礼拜如果有低点 机会或是换股 很明确的一个动作 昨天的一个星云 我不是卖给你看了吗 上涨我就卖了 卖完其实没有什么跌 星云两趟的一个操作 第一趟35% 你也很清楚吗 高点63.5卖掉之后 打下这礼拜二 整理末端 我有做接回的动作 接回之后是大涨6.8% 昨天再度的往上顶高 卖呀 卖呀 昨天我卖给你看了 这样加起来有没有45% 两趟的买点 两趟的卖点 欣老师有没有拿出会员扣讯 来跟你们对时对价 全体会员帮欣老师做见证 昨天星云 我们是不是做了调节动作 今天星云呢 剩6.3耶 昨天 我会有没有卖对 亲爱的同学 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 欣老师是位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 低进高出嘛 高出 下一拜等低接 这是我的操盘动作 被动元件的奇迪青 我今天也做了调节动作 卖 低档是我带你上车的嘛 很清楚啊 低档亚会买 91.7可不低接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嘛 这礼拜三 90.1低接 礼拜二 涨了十几%嘛 我我们告诉你 奇迪青还会再涨 礼拜二奇迪青是没什么动的 谢老师 有没有事实拉你一把 他有没有继续往上走高 这个关键性的林美一脚 告诉你还会再涨 有没有让你多赚了8.8% 礼拜二你想不想卖 礼拜二台股大涨100多点啊 他好像没有动耶 我说还会再涨耶 有没有让你多赚了8.8% 这样上去两成啊 今天奇迪青 9.53分103卖啊 一定卖得掉 因为收盘是几块钱 104.5啊 8档 就大概赚20%左右啊 所以低档区买 高档区总是要卖嘛 操作股票一买一卖 绝对你输赢 谢老师给你的操作流程 很清楚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四楼放泡 是不是 这档华兴科被动运线 今天184.5卖 怀源全职啊 他今天除全息 9.47分的华兴科 179附近卖 今天配息5块半嘛 所以把5块半加上去 大概可以卖在184.5 会有你自己对时对价 卖179啊 其实尾盘也没什么跌啊 178.5 该卖 谢老师一定会带你 安全的获利下车 我常常讲嘛 我最喜欢在一档股票 往上走高 冲高的过程当中 告诉全体会员站在卖方 这样大家容易全身而退啊 毕竟谢老师不是单兵作战 我也不单枪匹马嘛 那么多会员听我的指令 进更出 什么时候卖最好卖 大涨的时候 卖 所以这几天台股大涨啊 市场上当然很高兴啊 我也很高兴啊 那一些赚钱 该获利 该拔档股票 我一定会趁着大盘 往上走高 站在卖方啊 那至于 另外两档的被动元件 新餐店我是没有卖 没有卖 因为昨天新餐店我才刚开始做街舞的动作 对 经过三个月我都没有动 三个月 往前推三个月 我没有做国具 华兴科 其力新 新餐店都没有 直到整理末端 我才开始做进场动作 你也应该知道 每个等级会员 至少各有一档被动元件 之前不是国具 华兴科 其力新吗 你是我会员 很清楚吗 普魏特魏 尊隆 每个等级至少一档啊 那昨天 多了第四档新餐店 我本来是只要给某一个等级会员买的 但是现在是比较公平 我要照顾全体会员嘛 所以昨天新餐店 是普惠特魏尊隆 全体会员一起买的 这大家很清楚的一个操盘节奏 跟清老师如何对待会员 投资组合的一个模式吗 很清楚啊 所以整个新餐店 昨天形态突破 天亮买点出来了吗 买在五块二 买完之后亮灯 对 那今天 冲高小压回啊 我认为明天或下礼拜 大概在这边 顶多在这边整理而已 顶多小压回而已啊 所以这个小压回或许是空手者 你最后上次的机会 所以今天新餐店 我可以减码啦 但是我认为空间不大 够没人的 所以不卖 国具一样 我今天也是没有卖 整个国具的一个架构 406卖381 接回嘛 406卖的是386进场的嘛 赚了20块钱 差了二几块钱381接回啊 那整个国具我认为 在所有被动元件当中 其实国具是指标股 国具的基本面是最好的 那我认为它没什么涨到 没有涨到的一个架构 它下来空间也不会太大 所以我认为 我们已经接在381的 相对低档嘛 今天 价差不大 我也不想卖啊 跟你讲白就是如此啊 所以秦老师的动作很明确 投资主额 你是我会员三档左右 一样做公表 三支有交易贪啊 我一定会出掉 最后才会进行的 什么撞完一档再换一档 秦老师会秉持这个模式 全心全力的照顾全体的会员 所以今天郁金光 699卖 699卖啊 大概可以卖到699跟700啊 这个位置不卖就下来 变682 郁金光7月31号不跌吗 平概股啊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大陆第二季 iPhone的销售量 比第一季成长了超过两倍 所以平概股的相关产业 它业绩是我往上的 所以不跌的郁金光 7月31号 买在670 这实验家都跟你对过了嘛 不跌了670 告诉会员 赶快买 买在670 当时候价格在668嘛 一定买得到 礼拜二695 今天呢 699啊 其实有些会员运气好了 卖在700 卖700 699 赚多少 不多啊 大概赚29块钱 670到699嘛 这样一买一卖 10张大概29万落袋 有没有卖对 看收盘 收盘是682 所以我这几天 陆陆续的缝高 调节 卖股 是为了等待 明天 或下礼拜 第一点到了 该接尾做结尾的动作 那没有接尾 换股啊 这就一个操作的灵活态度 那至于林瓜哥呢 昨天跌啊 昨天台股不是大涨 林瓜哥没有涨啊 还跌 违反杀下来嘛 我说如果你买在629跟675的 昨天收730啊 这样有贪金吗 六字头买的啊 昨天还730嘛 贪金嘛 对不对 买在低点的 有什么好担心的 没什么好担心的啊 空单继续的增加 那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很多散户 听了错误的咨询 认为股价涨多了就应该空 认为外资调高到1200 那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 涨多就应该空吗 嗯 林瓜哥从几块钱开始涨上来的 嗯 绝对不是600嘛 大家都看有啊 那为什么欣雅老师在620敢买 675还在买 为什么 我如果没有看见 未来联发科的爆发力 我不会在这个数字 告诉会员做低接 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联发科的 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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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利多消息出来 你最近看到的都是联发科利多啊 所以昨天联发科跌啊 买在低点 有什么好担心的 今天联发科最高753啊 最高涨23块钱啊 收完涨2块钱是732啊 要卖吗 要不要先卖一趟 如果你想知道的 而且是有诚意的 你打电话进来 我会请我的助理 特别的告诉你一下 欣老师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来问好玩的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留给需要的人 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欣老师帮你解决的 希望今天公司所提供给你的 父亲节的专案 88的饗宴 你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谢谢 再回到前面现场 全通投顾父亲节感恩回馈 88独享大优惠 88独享大优惠 只限两天 仅此一档 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全通投顾父亲节感恩回馈 88独享大优惠 88独享大优惠 只限两天 仅此一档 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小鼠活下去 你该不会是从2000年前的 古代穿越而来的吧 每次穿越失控 都把我搞得好惨啊 所以这一次 一定得选个防身武器 我得选个狼牙棒 我得选个狼牙棒 古代没有炸电集团吗 用LINE私下交易 先付款后出货 尤其在社交平台买东西 这就是假网拍 真诈骗的特征 等你把银子给它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出货给你 只要提高警觉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就好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樊轩我一样站在卖房 上一次133卖 三天大概赚了38 一个灯两个灯创高 做调节的动作 卖了133 没有卖在137.5 有点可惜啊 该卖还是要卖 不要觉得说最高点没有卖 吃高点就不卖 不卖的话 不是刷下来吗 刷到116 一张差17块钱 10张不是差17万吗 所以整个樊轩 29号继续的往下做修正 拿到108.5 我会低接回来 我会低接回来 高点有卖啊 低点到了29号12接回 差了21块钱 这样有水吗 我问你 高点告诉你要卖 低点告诉你 我会低接回来啊 高档卖低档接 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快乐事情 因为股价变便宜了 买回的张数更多啊 你可以累积扩大你的绩效 29号给你一次机会 31号樊轩一一式再买 一样平板以下 逢低成接啊 你们往上走高 昨天樊轩来到123 今天樊轩呢 9点40分 121.5附近卖 当做价格在12 你去对价 为人大概可以成交在122 至少121.5一定卖得掉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收盘是119.5啊 也是涨的啊 卖 卖 两趟的买点 两趟的卖点 千老师一样全程的公开 我待会吗 明天鸭尾可不接 下礼拜有低点 可不可以做结果的动作 希望那种盘中 千老师 认真带会员的过程 你可以一起共同来参与啊 你可以很大胆的 来跟千老师对时对驾啊 你今天加入我行列 明天千老师 电上所修的扣训 你可以很公开的 直接面对面跟千老师 对时对驾 千老师所修的扣训 不管你是参加普通 特别尊容会员的 时间价位 保证跟你收到的一模一样 这千老师可以给你的承诺啊 幸福的感觉 来自于你敢与参与 而不是在场外观赏 是不是 金清科当作趁他回党 连巴跟的子公司嘛 回党八天是买点啊 138第一只脚买点 可以涨到154 16块钱 打下来7月29号 来到137.5第二只脚的买点 你第一只脚买点138 差五毛钱啊 送给你啊 金老师送钱给你啊 够不够大方 是不是 第二只脚买点一定会过这个前波高啊 隔天147 礼拜二涨了5.6% 来到151.5 昨天的金清科 9点41分 156附近先卖 当然价格在156.5 你去对价 卖 昨天的金清科 最高还要到159啊 收盘156.5啊 所以156一定成交嘛 这张股票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尊容会员的持股 所以去问一下尊容会员 我们昨天是不是趁了台股大涨 金清科来到破断新高 156先调节 卖啊 该卖我一定卖 今天金清科呢 151.5啊 昨天我又卖对了 第一点 什么价位可以接回 这就是高点有卖 你可以摆出来一个姿态嘛 如果高点没卖反而去追 跌下来突呼哀哉啊 只会说怎么办等解套 事后的论述 事后的放炮 事后的求求 其实对你来讲 帮助的一个价值并不大 在你没有发生问题以前 秦老师帮你避开风险啊 避开风险的主要原因就是低档我会买 高点我更会带你卖 包括这档美律也是一样 从7月22号的148买 这个位置 148买完之后 来到这礼拜167 创高平概股的 礼拜二持续的创高来到169.5 昨天礼拜三 美律9点53分 创高169附近卖 53分股价169.5啊 所以你去对价 169一定卖得掉 昨天收盘169 保证定成交 好 这支高平 一样是尊荣清代会员的股票 昨天一样站在卖帮 今天美律呢 跌下来164.5 我是不是又卖对了 所以在 礼拜一 台股押回151点的过程 我们告诉你 那是一个漂亮回马枪 那是秦老师 告诉会员 全体会员买好 买满的一个时机啊 等到这礼拜 对 二三四 连续大涨三四百点了嘛 今天告诉你去追股票吗 那你不觉得很容易吗 礼拜一这个回马枪 要敢跟我买啊 对 低档区啊 这礼拜一不是最好的买点吗 我没有当天告诉你吗 这边买好买满 上来陆续的剪码 等待明天下礼拜 有震荡押回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怎么低接股票的 至于这档建策 我还留着 散热模组的建策 这档股票 我们从低档区啊 200多块开始操作的 309麦 对 同一套资金 获利无法党啊 这过程 我相信同朋友看很多遍了 打下来292接回 接回之后 一直在震荡啊 对一直在震荡啊 今天来到318 当然还是赚钱啊 对 292接回的嘛 318 我还留着啊 虽然都还没有拉出中长红 但是我认为他从马面很漂亮 你们看到 融资的一个水位低档啊 创下新低水位 代表散户 你们都没有建策 这档散热模组的 所以我还留着啊 我的看法到今天没有改变 我认为他还是有机会挑战前波高 347 因为你所看到的 这档双红啊 散热模组的 继续的创新高啊 241 7月30号我就告诉过你了 双红 他领先大门 创新高了 他一定还会再走高 7月30号 今天更高了 241了 做对方向 负利无法挡 做错方向 突乎挨摘 目前的行情 当然是做多 比较有胜算 好不好 另外这一档 齐红也是三人模组的 跟建策一样 今天打下来 我要告诉会员 可以站在 买帮啊 我预计的买点就是在这 憲老师 有没有办法规划好 一档股票的一个行情 好嘞乒乓 嗯 我有没有真的看到未来啊 如果我真的有看到未来 那你就要懂得闻香下嘛 当时候沿路了逢低沉接的齐红 上去赚24% 赚波段是要靠实力的 创高 我会有没有带 普通会员卖在50.8 这普通会员的持股啊 卖 卖完之后呢 打下来 买点你家 预计嘛 24号预告的啊 下礼拜的下半周接回嘛 他有没有来 预告这边是买点啊 来了当然要接回啊 对吧 来了就要接回啊 很清楚吧 来了不敢低接喔 你是我普通会员的 普通会员人数最多嘛 全体的普通会员帮我做见证嘛 50.8 高档去卖嘛 买点下来 清老师有没有带你做接回 包括 昨天啊 礼拜三嘛 是6.7还是买啊 没有错吧 昨天一样是在买点附近啊 买完之后收最高了 那今天的一个旗红呢 一样低接 就在这个区域嘛 我规划的买点附近嘛 今天一样高市会员 46块半附近 可以低接新京会员 当时价格在46.4嘛 一定成交 尾盘一样跌啊 明天会不会涨 下礼拜会涨更多 请你跟清老师一起共同来掌握 下个礼拜绝佳的买点啊 公司所提供给你父亲节 的专案 两天啊 就是今天跟明天啊 88想宴 是你可以掌握的一个绝佳的实际专案 有需要的 有兴趣的 欢迎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刹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成通投顾父亲节感恩回馈 88独享大优惠 88独享大优惠 只限两天 仅此一档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02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路故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忠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代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冻竹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固守 正能追求 裁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开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症格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墨厚沟屋底排水槽 美洲清理不阻塞 蔡原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力